猴王与皮猴 在大喜山下的猴群里,有一只猴子, 它异常调皮,经常抢夺其他猴子的食物, 因此大家都叫它为皮猴。 妈妈,我要吃桃子,我要吃桃子! 好的,不要着急,我去去桃茅就给你吃。 这个桃子是我的了! 皮猴,你这个强盗,还我桃子! 这个桃子是要给我孩子吃的,快还给我! 这么美味的桃子我怎么可能还给你啊? 哈哈,这桃子真的好甜啊! 桃子,我要桃子! 唉,这只皮猴真是太不像话,我被它抢过好几次了。 是啊,它长着自己身体强壮,整天肆无忌惮地抢夺我们的食物。 这样的家伙,应该赶出猴群才对。 可不是嘛,它已经成了猴群中最不受欢迎的猴子了。 大家都像躲瘟一似地躲着它,视它为族群中的败类。 我们一起去找猴王,让猴王把它赶出我们的猴群吧! 对,我们一起去求猴王,让猴王将它赶出去! 大王,皮猴,皮猴闹得我们整个猴群鸡犬不宁。 这样的家伙,应该将它赶走才对。 是啊,大王,皮猴它烈性难赶,我们不能再留它在我们这里了。 这个皮猴的所作所为的确太不像话了,像这样的家伙就应该将它赶出去,以示成剑。 唉,其实这只皮猴的身世非常可怜。 它刚刚断奶的时候,它的母亲便被一只老鹰给叼走了。 失去了母亲的照顾和庇护,它成了孤儿,日子过得苦涩凄凉。 到了冬天,食物变得短缺,它的日子就过得更加辛苦了,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于是,便动手从与它年龄相仿,或比它年龄小的猴子手中抢东西来吃,以填饱肚子。 咦,咦,哎呀,爸爸,皮猴它抢我的苹果。 你这个家伙,快把苹果还给我儿子。 快把?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年少皮猴的强盗举动,自然会受到成年猴子的教训。 它常常被打得伤痕累累。 你给我记住了,如果你再敢抢我孩子的东西吃,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会抢他东西吃的。 啊,他这是疯了吗? 皮猴的童年虽然悲惨,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或许是靠抢夺偷窃更多食物,或许是为躲避追打。 在奔逃中锻炼了筋骨,他竟然长得壮壮实实,练就了打架斗殴的好身手。 真没想到皮猴的身世竟然这么悲惨,哎,他生存下来的确也不容易啊。 话虽这样说,没错,那他也不能像强盗一样,整天抢我们的食物吧。 等我见到他后,一定训斥他一顿,你们也多多体谅他吧,他从小就命苦,要是再被我们驱逐出去,那就更可怜了。 猴王真是太护着皮猴了,我真的都看不下去了。 不过皮猴的身世真是可怜啊,如果他能痛改前妃的话,我倒是愿意帮助他的。 他怎么可能改变呢,他就是我们猴群里的祸害。 的确,皮猴无法改变自己的品性,他依旧在猴群里抢夺着其他猴子的食物。 哎呀,小王子,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枇杷啊?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这枇杷好甜啊。 老爷爷,你尝一尝,很好吃的啊。 这是王后给你的食物,我哪能吃啊? 小王子,你要小心皮猴哦,他最喜欢吃枇杷了,可别让他给抢走的。 哼,我就不信,皮猴还敢抢我的食物。 小王子,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哎呀,是琵琶,太棒了,好久没吃到琵琶了。 哎? 啊,皮猴,你竟然敢抢我的琵琶。 快给我松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快把琵琶还给我。 这原本就不是你的。 休想? 哎呀,好痛啊,救命啊,救命啊! 不好,我的孩子遇到危险了,你们快跟我去救他吧。 当猴王后看到自己的孩子被皮猴抓伤后,异常愤怒,她立刻命令那两只公猴将皮猴围住。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竟然敢抓伤我的孩子,你们快给我收拾他。 快住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皮猴抓伤了我们的孩子。 哼,都是你,平时总护着他,现在可好,他竟然欺负到我们孩子身上了。 再这样纵容他的话,总有一天,他会欺负到我们身上。 哼,皮猴,你真是太不像话了,今天真的要好好地教训你一下的。 坏了,猴王也生气了,我今天可是闯了大祸,冒犯了猴王的孩子,那就是冒犯猴王。 这可是严重的犯上作乱,轻则被驱逐出猴群,重则被当场打死,今天真是犯了大错了。 平时大王那么照顾你,你却做出这种事情来,真是忘恩负义。 没错,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家伙,就应该被处死。 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算了,就再饶他一次吧。 大王,他都把我们的孩子,让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饶他? 是啊,大王,他实在太可恶了,猴群没有不讨厌他的,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轻饶了他。 没错,绝不能再轻饶他了。 就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皮猴,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下次再作恶,我绝不会再饶恕你。 猴王,我知道了,下次我一定会改进的,不会再作恶了。 猴王,谢谢您的原谅。 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群从大兴山来的猴群,在他们猴王的大领下,顺着茂密的树林,冲杀了过来。 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大兴山的猴群来攻击我们了。 啊,这些可恶的家伙,又来抢夺我们的地盘了。 赶快召集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大家快来啊,快来啊,有敌人入侵我们的领域了。 你赶快,去把山林那边的猴群叫来帮忙,我先抵挡一阵子。 他们的数量好多啊,你一定要小心。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这群大兴山猴群的数量,比大喜山多出了三分之一,并且他们又是有备而来。 所以,大喜山的猴群很快便被打得落花流水。 好多猴子身上都挂彩了。 啊,好痛啊。 你今天最好带着你们这些猴子滚出这片森林,否则我就将你们撕成碎片。 不可能的。 你不是我们的对手,赶快投降吧。 想让我们投降? 休想?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一会儿我的猴群赶来,就有你们好看。 你等不到他们来了。 好痛啊。 只要你死掉,这片树林就是我的了。 好痛啊。 痛死我了,快把这个家伙拉走。 皮猴,小心啊。 要想过去的话,就先过我这关。 大心山的猴子死死地咬着皮猴,想将它从猴王身上扯下来。 如果换成另外一只猴子的话,早就痛得松开嘴逃走了。 但皮猴从小应抢时而经常遭毒打,抗疼痛的能力特别强。 这次又抱着必死的决心,因此一直不松口。 哎呀,哎呀,好痛啊。 哎呀,好痛啊。 没事的,这点伤没关系的。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救了我们的族群。 过去我做了不少坏事,今天就算是我将功补过吧。 嗯。 大王,我并不是一只忘恩负义的猴子。 是的,是的,你是最棒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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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